東亞貝村有前高官和富豪霸地和改建遼屋造豪宅 地政總署定出的清拆限期星期二屆滿 但部分違規的建築在星期一仍未拆 元朗米埔龍路這裏有一間遼屋無登記 其餘的有六間大小和紀錄不符 部分更加霸佔政府土地 在我們轉隔前地政總署一直都無處理 這些霸地或違規建築的個案都只是冰山一角 地政總署雖然有處理 但數目不達標 地政總署去年處理了7,100多宗非法佔用官地的個案 比處方預期少一成半 亦都比2014年少一成 而清拆官地上的為例搭建物 數目亦都比預期少三成半 只有200多宗 因為非法佔用官地而被定罪的個案更是寥寥可數 過去五年地政總署每年都清理數以千計的霸佔官地個案 但平均每年只有13.6宗被定罪 其中一年更加只有兩宗 數字遠小過預期 地政總署解釋是因為在去年有關樹木和野草生長的投訴增加 在跟進時佔用了部分處理霸佔官地個案的資源 而定罪個案少就是因為大部分佔用人都在限期前停止佔用官地而沒有被檢控 對於有人質疑地政總署不向佔用人拿回佔用期間的租金是助長霸地 地政總署未有正面回覆 只是說沒有相關資料 因為要處理野草 搞到無資源處理霸地個案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形容是匪夷所思 更會令問題惡化 認為當局可以將剪草、收樹這些工作外判 留資源處理霸地個案 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